Hello 大家好 我是Jonathan 楊敏輝 香港執業律師 畢業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國際法碩士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分享的話題是 香港是否殖民地 聯合國決議應該如何解讀 從今年9月1日開學之後 香港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 將明確寫入香港新版的教材當中 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少的討論 的確 香港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 和一些朋友的理解有出入 回歸前 英國單方面為香港頒布的 英皇制告 皇室訓令等等這些文件 都稱呼香港為殖民地 更加不用說 過去無數香港和海外的刊物 更加已經習慣了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這樣的表述 但是要討論中央和特區政府現時的說法 是否篡改歷史 就需要結合國家的一貫立場加以討論 要討論殖民地問題 首先要了解殖民地的定義 根據中國政府立場 正民地是指主權完全喪失的情況 而香港和澳門只是英國和葡萄牙所佔領的中國領土 並不屬於這種情況 實際上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以來 一直都不承認西方以武力脅迫中國 而簽下的不平等條約 並著手解決 包括廢除外國在中國的特殊權益 香港問題只是由於當時的特殊國際環境未能解決 但這樣不妨礙中國政府認定英國佔領香港 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無效的事實 1990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罪言第一句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以及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就是以法律方式體現中國政府一貫以來的立場 其實 中央政府自始至終都是言行一致 不單止考頭上多次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 更加以實際行動在所有可行範圍內承擔了相應的責任 例如 回歸前已經獲法的回鄉證 就代表了不承認英國的證件 還有 早在回歸前 香港人在海外已經可以享受中國的領事保護 這些都顯示了中央政府一直以來 將香港視為自己的領土 香港土地上的中國人為自己的同胞 因此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今日 理解並跟隨國家的立場 可以說是無可考飛的事 有輿論認為中國透過隨名來剝奪了香港的自決權 我認為這個說法也是不公平的 首先 近代國際社會對殖民地的關注重點 從來都是在於如何盡快去殖民地化 以解救那些被帝國主義奴役的民族 至於是不是自決 是不是公投 這些都只是方法 不是目的 此外 中央政府要針對的並非香港市民 而是夢想延續殖民統治的人 和香港最有關的兩個國際法文件 首先是聯合國大會在1960年通過的 第1514 括弧15號決議 即是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 以及1972年11月聯合國大會 第2908 括弧27號決議所通過的 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執行 需要知道一項國際法原則 對某個國家是否形成約束力 要看該國的實際行動 導致即使普遍認同的國際法原則 在每一個國家中的執行 都可以出現很大的偏差 民族獨立宣言被認為是近代國際法上 確立殖民地擁有自決權 以達至去殖民地化的基礎 民族獨立宣言一共其實只有七條 第一條就明言 各民族之受異族勞役統治與剝削 乃是否定基本人權 違反聯合國憲章 且是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之障礙 第二條就指出 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 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 自由從事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民族獨立宣言雖然為世界大多數被殖民主義 被禍害全境的民族 提供民族自決確立的國際法原則來解決 但當時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 明顯沒有考慮到宣言當中 如何真正解決被非法佔領的香港和澳門問題 世獨民族獨立宣言條文可以見到 從確立自決權開始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該權利的行使是以民族為基本單位 而自鴉片戰爭以來 飽受殖民主義之害的是全體中華民族 而不僅僅是生活在香港土地的中國人 順帶一提 民族獨立宣言第六條明確指出 凡以局部破壞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為目的之企圖 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不相容 可見民族獨立宣言所指的自決權十分清晰 決不能用來分裂主權國家 直到197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中國政府先有機會透過1972年宣言的執行 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移除來解決 這個決意得到99票贊成 5票反對的高票通過 贊成票比1960年通過民族獨立宣言的時候還要多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 西方侵略導致的國家分裂是中華民族不能承受的痛 引述1972年3月8日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華智涵 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所言 香港、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 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 我認為如果僅僅是因為殖民者的侵略 而令到我們中華民族永久分裂是非常不公平 也不符合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民族獨立宣言的精神 國際社會確立所謂殖民地的自決權 其創立目的在於將殖民地去殖民地化 自決是手段不是目的 怎樣達到自決也沒有明確具體的方法 例如北美洲 歐洲人的道理為當地原住民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幾近滅絕的人口令舉行原住民的自決變得毫無實際意義 而我們中國的一國兩制 則開創性地解決了殖民主義遺留的歷史問題 又同時確保了深受殖民主義之害的中華民族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 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典範 進一步說 既然自決是手段不是目的 國家否定香港作為殖民地要剝奪的並非香港市民的任何權利 而是要防範不甘心放棄殖民利益的人 要防範殖民者利用所謂的自決製造獨立事實 從而延續其殖民統治 法律條文從來都是咬文雀字的 一致一句的差異都可能導致不同的法律效果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為大家釐清這個問題